香檳雞飯 今天去珠川吃雞飯 就在地鐵站下面 我們開車來的 不過很塞車 沒有地方停車 珠川雞第一家 要不是這麼好吃 今天要試一下 中12點來到 差不多沒有位了 12點多 雞飯吃之外 還有很多東西吃 不如點個小煲 雞飯之外還有什麼豬排 還有一個豆腐 一塊豆腐 一個珠青雞飯 我們三個人 你推薦什麼菜好吃 豆腐花拖 五枝毛拖 豆腐花拖 很小 哇 很清甜 很爽滑 爆黃花 很爽滑 40元 很划算 還有雞腳 這麼多雞腳 雞腳湯 但是這間店一定要有點耐心 因為真的要等很久 可能從湯雞開始 湯雞再煲飯 整個小時 你看我這個 豬骨都吃到這樣了 已經 還未開始上菜 不過我見到二樓好像擺酒 擺酒 擺酒都這麼久 所以特別多 所以是每次都等10個小時 每次都等等九小時 才開始煲起來 所以來這裡吃 一定要不要那麼燙 快點叫一盞湯喝著 湯不錯 湯也喝了三碗 青島 平時不吃湯渣都吃光了 吃剩兩早 吃飽大概已經可以走 真正吃鲜明米糕的鸡饭 很香 鸡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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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滑 遇到有人结婚,还要烧炮奖 很滑 鸡饭 三杯大肠 三杯大肠 应该炸到脆 不是炸的 三杯大肠 不是脆皮 它有脆皮 还要点椀 鸡饭酸酸很好吃 炒得很香 三个人吃完都不完整 现在是番村 這是絲苗米種植基地 空氣特別精神 這裡整個都精神了 所謂這些地方種出來的米 這裡就是真正的絲苗米基地 看到沒有? 嘩,好香 這些已經割得了,對嗎? 對,待會我下去就割給大家吃 割給大家吃,還要曬乾 還要曬乾 我都忍不住拍攝示範